要学佛修行精进 就逐一的修逐条的修 我们知道自己的项目 哪里比较弱 哪里要加强 你要看到自己的问题 有的人是口腹之欲 去杀生 喜欢吃鱼 所以要去买鱼 甚至要去钓鱼 喜欢吃螃蟹 糟糕了 那你今生怎么办 人生几十年一下就到 你后面活着的时间 不一定能够跟人家解缘世解 你看我们各县市道场放生会的人 他在消自己业障的时候 大放生都好几次 你一生能几次大放生 所以你余生怎么跟人家解缘世解 所以就是要扫造业 扫造孽 断恶 修善 要做扎实 不要这个也不失 感情也淡化 好像大象的都有修 有一个死要面子没修 人家只要讲到我 我受不了 这件事把你留下来了 那好了 你下辈子变成一个富贵的人 但是你又轮回了 我跟你讲 你一富贵又难修 富贵人家几个人要休息 富贵人大部分年轻 他造业就已经不得了了 杀生啊 邪淫啊 太多了 所以今生就要赶快去承办这些 让自己有保障 让自己有把握 可以往生净土成功的事情 该解缘世解的赶快去做 刘雨